全國東廟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 今天的盤中即時解盤節目 有道理我相會30分鐘的一個時間 面對台股的回檔修正 還不曉得如何佈具 第四季業績成長基優股的 免費的一個Call-in專線 不能說免費 因為台股的回檔修正 因為台股的回檔修正 我們現在的一個Call-in專線 直播到攝影棚 比較快速 那Call-in專線是 022-5582-5266 02582-5266 再次為你服務 30分鐘的時間 有問題 自己可以打電話進來 大盤支付今天表現還不錯 有一點開梯走高的現象 目前是上漲37點 今天上禮拜就跟你分析過了 大盤支付回檔了5天 那5天來到這個月線的位置附近 還不錯 我認為不管月線有沒有跌破 我認為趨勢的一個方向 還是會往上走高 所以上一次你已經看過了 大盤支付從8488 跌到8059跌了400多點 跌破月線 我說假跌破而已 它會軋空 因為當時候我說是 右空的一個階段 所以指數就在8059以下 那是一個難得的買點 有回檔不買什麼時候買 有回檔不買什麼時候買 難道要等到8757 再去追短線的高點 所以這次的一個大盤支付一樣 從8757跌到上禮拜的8503 跌250點 其實這次的一個強度 比上次強一點 因為連續兩天都守在月線 連續兩天大盤支付都在月線 撐得還不錯 所以這個盤有跌 當然要站在買方 跌的時候不買什麼時候買 大盤給你是一個方向跟策略運用 方向如果是多頭還會再上 來到支撐 要趕買股票 這我們上禮拜 我已經提供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所以今天大盤支付表現也不錯 開跌走高 非常的OK 所以類股輪動輪漲的一個架構 還是沒有改變 從7203到今為止 你只要掌握住這樣的一個操盤節奏 基於第四季的行情 你有賺不完的利潤 每年多的第四季是最好賺一季 因為年底大家要作賬 法人要作賬 公司派也要作賬 我也要幫我們會員好好的作賬 你看一下這些檔精神 10月21號 我說形態突破走強 跳空突破反壓 買在發動點 營收面月增長32% 當然是一檔基有股 我介紹的股票 品質的一個保證 手碼面很穩 符合很乾淨 所以10月21號發動了 我買在62塊錢 金城買在62塊錢 買完之後 衝上去回檔 22號我告訴你支撐不破續爆 只要這一條支撐不破你就續爆 只要來到這個支撐位置附近 你就可以買 我已經講得夠明白了 因為金城目前跟LINE 和工電子的一個禮券 四方金串在大陸掛百相當成功 所以它的業外收益相當的棒 所以只要這一條支撐不破續爆 來到支撐可以站在買棒 所以上禮拜五 大盤數跌了250點 金城 我們怎麼分析它的後市 接近支撐站在買棒 上禮拜五的金城 一樣買在62 62一樣可以買 今天金城股價最高 轉到65塊2 表現還不錯 所以 在回檔修正 個股當然是看支撐 因為支撐通常會守得很漂亮 來到支撐要敢買 提的時候要敢買 好不好 桃園的蔡先生你好 蔡先生 有在線上嗎 老師你好 你好 我想說那個TPK今天很強 現在還在追嗎 要買是不是 對 好 我知道 上禮拜 其實有一位頭廟也來問過TPK 我記得是在 他從高到100那一天來問我的 上禮拜二左右 那問我告訴頭廟 我的看法是TPK 短線可以先拔檔 但是中線還會再漲 還記得我這樣分析嗎 上禮拜二 那為什麼這樣分析 TPK的一個基本面 當然今年前半年不好看 真的是很慘 慘不忍睹 但是 因為他現在重回 iPhone手機的一個行列 之前TPK你也看過嘛 TPK 之前最高漲到982嘛 那時候吃到蘋果的訂單 那蘋果的訂單 不僅吃手機也吃平板 那之前因為手機的一個訂單沒有了 所以股價一直跌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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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只有平板的訂單 那平板又在衰退 所以TPK股價就是 手機的訂單沒有 然後呢 平板的一個需求是滑落的現象 所以股價從982跌到66嘛 那現在 在今年度的一個TPK 既然有機會 重新 拿到 所謂的蘋果的一個手機訂單 那對於他的一個 業績來講 當然是一種加溫的現象 既然是一個加溫現象 但是不會像以前那麼好 因為以前平板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覺得很新奇嘛 大家很愛用 喜歡用平板電腦玩手機嘛 玩遊戲嘛 所以平板的需求 在當時是一個高峰 但是現在已經衰退了 所以終關整個TPK的未來業績 就只能靠 手機 只能靠手機 這個業務部門 所以呢 平板已經衰退了 所以TPK說會 因為接到蘋果訂單 回到982那個高點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我認為 至少他有機會 有虧轉營 所以我在上禮拜爾 我記得是一位女性的投票 長到101那一天嘛 我說短線可以進馬 中線看好 中線看好就是 打下來可以再買 你如果聽我建議 那位同廟 如果你是上禮拜爾 打電話來問TPK的 你也可以再打電話 來給我讚聲一下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叫你先買 短線可以賣下來 壓會再接嘛 所以這位觀眾如果 想要買TPK 因為他已經來到這個位置附近啦 來到我指揮棒這個位置附近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我只能這樣給你做建議 好不好 這是我們給你看吧 其實我剛才指的那個指揮棒的位置 到底支撐還是壓力 他們應該很清楚 就像金城嘛 上禮拜我大門跌了250點啦 有沒有股票可以買 有沒有股票可以買 上禮拜我的金城啊 接近這條支撐了嘛 突破之後當然變支撐了 接近支撐要站在買一幫 金城啊 在62附近可以買 上禮拜我買完之後 尾盤收62.8 那今天金城的股價呢 表現也還不錯啦 最高來到65塊 至少是一個漲勢嘛 那上禮拜 再度的卡位精神 我相信這個結果當然是對的 所以行情 類股輪動輪漲的架構沒有改變 你要喜歡多頭 這樣一個特色 那多頭的一個特色 使他們的族群 你該是一個佈局中心 今天生技類股 再度的創下波段新高 我已經講了很久的生技類股 是今年度第四季的主流類股之一 因為它之前領先大盤創波段高 打到這一條月線 我說還會再漲 我講了N變了 我說它在上上禮拜五嘛 出現這一根新天亮嘛 代表生技股還會再漲啊 還會過前波高嘛 結果今天呢 有沒有持續的創新高 生技類股又創新高啊 所以手中要有生技股啊 親愛的觀眾 它是主流嘛 因為它的強度夠強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那個 四季的三季利豐 今天盤中不是亮燈掌停板嗎 它是不是沿著月線在走 我不是告訴你284賣完之後 259、260 月線位置都可以買嗎 講得很清楚 不曉得好沒有 有沒有聽進去 如果聽進去 今天的利豐 它的掌停板 你是可以很容易掌握在你的手裡面的 這一檔股票我們之前就跟你分析過了 克里蒂娜在中國大陸 有3500家的一個商店啊 法蘭菇營收面 年長率高達三成 這我當時候做第一段 所提供給你基本面建議嘛 大陸的一個店面有3500家 法蘭菇今年度的營收會成長三成啊 所以我們當時候245買的 買完之後衝高 10月8號 我賣在284嘛 買慢一點我都讓你知道 第一段大概賺了39塊錢嘛 高檔獲利賣出 賣在284 股價回檔下來 我說我會接回啊 對 連續2467 七天的黑街棒 你一定不敢買啊 每天都是黑的 很醜陋的K線 你敢進場嗎 我為什麼敢進場 反市場的一個操作 總在一檔股票衝高的過程當中 會幫會員踩煞車 獲利調節 相對 當跌下來 市場上很恐慌 市場上不理他同時 彎腰撿便宜 好不好 所以這七天黑街棒 你高點284有賣的 我259有接回 接回之後我告訴你 拇指轉折會向上的變盤K線 向上向上 20號提醒你 21號告訴你 月線漂亮還會再漲 很漂亮的一個月線啊 所以上禮拜加碼 月線是有手啊 上禮拜260加碼 對不對 沒有錯吧 禮拜三告訴你 沿著月線走高 沿著月線它會一直走高 所以整個利封呢 我們今天還是告訴我們 空守者會員277以下就買進 9點46分啊 立峰 月線依然有手 而且還是助漲的格局 空守者在277以下就買進 46分告訴會員 經過一分鐘股價幾塊錢 275他們對時對價 你今天跟我買 大概可以買在275啊 一檔股票如果還會再漲 今天275一樣站在買幫 買了盤中工漲停292 今天大概 又可以現買現賺的是幾塊錢的一個價差 這檔股票我分析了多久了 嗯 從這個9月份開始操作的 245的買點嘛 買完之後衝高 要拔檔 要拔檔 拔檔位置 10月8號賣在284了喔 這訊息都跟你對時對價過啦 就賣啊 這樣一買一賣 創造39塊錢利潤嘛 那賺完39塊錢回檔下來 你有沒有跟著操作 高檔有賣 低檔我告訴你 DJ你一定敢進場啊 對 284到259耶 差了二十幾塊錢耶 DJ要259接回 告訴你 轉折會像這樣 拇指變盤 告訴你 還會再漲 告訴你 加碼 對 加碼完之後 一樣告訴你 你沿著月線會走高 所以既然沿著月線走高 今天275還在買利豐啊 還在買利豐啊 盤中不是亮燈嗎 它是不是沿著月線走高 284賣掉了 下來這邊都是買點 大盤給你也是一個機會 那你只要把握住我給你的機會 我相信這個行情 要賺利潤 垂手可得 希望第一世紀的行情 你不要再錯失了 真的蠻好賺的 休息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編輯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022-2781-01909 2781-01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1909 2781-01909 阿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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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零二2781-01909 2781-01909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取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俄牌氣密窗 古船滴基金是零膽固醇的 營養健康好吸收 而且很好喝喔 沒罐古船 都有新婚禁耶 還通過這麼多項品質認證 像這隻高工 會輸的健康 是古船滴基金 讓我們都健康 華多福元堂各大產品 全面優惠促效中 來電洽詢諮詢專線 0800-001-860-0800-220-369 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第二階段時間馬上開始 投票如果還有問題 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現場的扣印專線 還是開放著 0255-825266 0255-825266 再次問你服務 剩15分鐘的時間 有問題自己打電話進來 大盤今天表現還不錯 至少今天開機走高 再度的一個指紋 上禮拜已經跟你講過了 從8757 跌到上禮拜 我的8503跌到250點 修正了5天 來到月線 不錯的一個支撐位置附近 上次雖然有跌破月線 假跌破之後就翻上去 所以這是一個右空盤 上次跌到8059 跌了400多點 還記得嗎 我說假跌破而已 它會翻上去的 假跌破嘛 那是不是撞高 所以這次要大膽布局 8059 後來沿路的軋空 漲到8757 這一次再來一次 跌了5天不要看空 好不好 跌了5天站在買方 因為月線目前還是一個 翻揚助長的眾多的格局 所以就一個操作層面 你要掌握的是 類股輪動輪漲的架構 多頭行情可用之兵相當多 每一個大盤指數的一個時間點 它所要給你賺錢的股票 當然是不太一樣 你只要踩對這樣的節奏 第四季行情 台灣股市不會虧待你 好不好 請你務必要把握 你看看這檔上圍 從8月26號 趨力指跌165開始買 9月7號 再度的收腳指跌170一樣買 10月1號 站上月線加碼點 我也讓你知道 怎麼買的怎麼加碼的 重點是怎麼解碼的 上禮拜這一根黑街棒是反壓 我說反壓一到往上解碼 當天亮針掌停板25 你要賣啊 一張是90塊錢啦 從16到25 10張是90萬 解碼 上禮拜它是不是在 它掌停板的一個同時 市場上應該很多人 我們在POMO這檔股票 我幫你踩剎車 我要讓我們會員全身而退 上禮拜一啊 掌停板嘛 你是不是很樂觀 那我怎麼告訴你要往上解碼 為什麼 我們的論述 我們對一檔股票的規劃 相當清楚 反壓到了 你就賣 這一根就是反壓 反壓已到就賣 你不賣 從25 達到今天 213 差了40塊錢 你買10張 差了40萬 你本來賺90萬 對不對 現在賺不到50萬 真的差很多啊 所以整個股票的一個操作 這個位置 我告訴你要賣 要賣 我們從7月03 所帶出來的這些 強勢性的借股股 哪一檔沒有帶你 哪一檔沒有代會員賣出 要有賣點 資金才有辦法空出來 買下一檔 我們可以會你持股 大概三檔左右 就永遠維持三檔 頂多三檔啊 那有出舊的才要進行的嘛 不然你的資金 是公司派嗎 是大股東嗎 可以隨意的說 每天買個1000萬 買個幾千萬 每天都可以買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一定要懂得 在高檔 市場上樂觀的同時 要懂得賣股票 上禮拜一的善為25 告訴你要減碼 今天剩213了 大家很熱鬧的時候 我告訴你要賣 今天剩213 差了40幾塊錢 這我們上禮拜給你的動作 禮拜二賣什麼股票 禮拜二旺席波段高 我有沒有賣 賣在72.4啊 禮拜一賣上回 禮拜二賣旺席啊 對 上禮拜二賣 賣完之後就回檔修正啊 有沒有賣對 有沒有應該很清楚嘛 那禮拜二賣旺席 禮拜三賣哪檔股票 禮拜三賣科研啊 上禮拜三賣科研 創高我就賣 對不對 我是不是喜歡在一檔股票 創高的過程當中 代會員全身而退 一般人做不到啦 一般人看到掌金板 心動手癢想要追 追不是不行 如果剛發動股票當然可以追 但如果已經漲了一大段 你再去追掌金板 你就準備當最後一隻老鼠嘛 是不是 所以上禮拜三 創高 然後科研賣在66 就賣啊 上禮拜三 創高不賣他會回檔修正 那不是下來整理嗎 上禮拜三啊 賣在這天66啊 不是下來了嗎 就這樣子啊 唯有把你的資金做妥善的運用 第四季的行情 你才有辦法賺更多 要如果妥善運用 低檔要敢買啊 高檔要捨得住啊 不要低檔跌的時候不敢買 高檔長上去拼命追 這樣就不好啊 所以對於我們一個操作 我們給你的相當的務實 超盤節奏 多頭行情很容易啦 你要說整理的一個弱勢盤是 這樣我就沒辦法了 但是如果是說多頭的格局啊 對這兩天 打到月線跌了250點 不布局 到時候會不會像這樣的一個行情 走上去 會不會 搞不好喔 跟你講 所以 對於目前的一個台股 強勢主流賣動 其實相當多 真的啊 可用之兵相當多啦 你剛才看到 這種上尾的一個操作 從165、170買上來到25 一張可以賺90塊錢耶 這是大波專人操作 很驚人啊 不是空穴來瘋啊 知道我的意思嗎 包括同恩也是一樣啊 這都是我們之前第一檔區 就沿路了高速同秒 可以佈局的一檔 強勢性極有股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8月份 行動支付都卡基的同恩 當然股價大概60塊錢 這要第二次期要買點 那後來 大半時候打到7203嘛 8月份啊 同恩53塊錢可以買 53.8可以買 這樣上去47%嘛 9月24號回測月線可以買 上禮拜一站商月線可以買 為什麼可以沿路這樣的操作 行動支付的概念嘛 以後智慧型手機要刷卡 要用到同恩這台讀卡機啊 才有辦法感應嘛 所以這種從無到有的一個 趨勢性的一個產品 所帶動的相關個股的 業績成長空間 業績有大幅度成長空間 股價當然有低點都可以買 包括上禮拜一的同恩 一樣可以買啊 買在74啊 我們不會這邊畫個圈圈 告訴你買在68.5啊 看圖說故事 我們這邊沒有啊 但是如果你要實戰的一個 操盤經驗 操盤效果 我這邊有啊 我就買在74啊 不怕你知道啊 對 站商月線就買啊 就買74啊 因為他早盤衝很高啊 我只能帶會買在74附近嗎 這是真實的交易過程 禮拜一買完之後 禮拜二是不是大漲 漂亮新天亮當然會再漲 禮拜三盤上漲了8%以上 38% 禮拜四連續動了4天 大盤整理4天啊 強勢主流個股啊 所以禮拜五下來 我看好啊 我們的長線看好 就從這邊開始買了 8月20號 53 這邊沿路了一個買進啊 到上禮拜一74還在買啊 上禮拜五我說下來還是看好啊 對不對 那今天同仁呢 有沒有創高 今天同仁創高啊 來到85啊 那今天創高 你就不要去追了吧 好不好 一檔股票創高 如果強度不夠強 我當然會減碼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操盤的用心啊 你當股票 這種大波段的一個操作 長線的一個操作 所帶給你的 當然是利潤的增加啊 是不是 所以 你要掌握住的是 這樣的一個多頭行情 它所給你利潤 真的相當多 我負責創造機會 你把握住機會 利潤自然會 發生在你的口袋啦 好不好 這盤 不難 真的不難 真的蠻簡單的 多頭看資深 記住這個原則啊 所以跌的時候 要趕布局 要趕買股票 這樣就對了啦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壓力 對 之前大門指數 漲到8300 反彈個0.382 是壓力 因為之前大門 1萬點到70 跌了2800點嘛 彈個0.382 是8300啦 8300過了 0.5的8600是壓力 8600過了 現在是 0.618 890壓力 多頭的特色 沒有壓力 任何壓力都會被突破 所以要看支撐 好不好 所以你看一下這檔利豐 生技股啊 今天生技股再創破斷新高 生技類股的指數 強不強 所以第四季 生技股當然是主流之一啊 手中一定要有生技股 利豐第一趟 245到10月8號高檔賣出 賣在284我讓你知道嗎 高點有賣就讓你知道 那第一點 要接回來請你跟上來 我也明白告訴你啊 284賣掉了 10月19號259接回 259接回之後 告訴你拇指轉折 它是向上不是向下 告訴你還會再漲 既然還會再漲 上禮拜還加碼 加碼在260 我說沿著月線走高的一個利封 怎麼操作 今天告訴會員 277以下還可以買 月線依然有所助漲 277以下可以買 9.46分 經過一分鐘股價在275 等於對時對價 今天還可以買在275 買完275呢 盤上是不是亮燈漲停盤 292.5啊 是不是大漲 這樣上去有沒有加近30塊錢的利潤 所以呢 月線附近多是買點 講了N遍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記起來 如果你有記起來 我相信今天的利豐漲停盤 是屬於你的 如果我這樣講 你還不會操作 希望我可以帮帮你 那这个880的一个超纸专 我跟公司讨论一下 再延长个两天 再延长个两天 高规格尊荣等级的服务 就是希望第一世纪的行情 你可以得到一个 物超所值的一个报酬力 880真心的要帮帮你 怎么样 物超所值的尊荣方案 自己把握一下 明天同学前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自负投资人应独立则 真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喜欢这些资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트子 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赢了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电话特顾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731-0909 330-689 手头上 Sahag 199-0909 430-689 530-830-630-830-830 830-930-830-830-93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